林烈 你知不知道她是我开上的女人 哇 好紧张好自己 你别忘了你的身子 你是个瘫子 还是个痒吗 根本不是个残废 残废 混蛋 做老哥的 这么说自己的弟弟 爸 可不许我只是一时嘴可疑了 闭嘴吧 儿子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女人 我去 忽然是一家人 冲气可真大 林烈 点头啊 我的计划就成功了 快点头啊 告诉你爸 是你要娶我 怎么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点头啊点头啊 哈哈哈 我儿子 终于有想要的女人了 你想娶 娶就好了 哈哈哈 爸 这 这 这就答应了 叔叔 不敢不敢 和您比演技啊 我还差得远呢 诶 话说 你为什么要装哑巴呀 为了安全 好吧 一家子奇葩 我才烂得惯了 说吧 你处心积虑的想让我去年 究竟是什么目的 诗唱果然是个痛快人 我的目的很简单 穆加倩林家的债 一笔勾销 穆加倩林家的债 一笔勾销 我凭什么要帮你 第一 我救了你 第二 我能继续帮你保守 你不是哑巴的秘密 第三 有了我的帮助 你能继续暗中对付大哥 你不是也在利用我吗 考虑的挺周到 废话少说 这是协议 我们俩结婚 一年以后我们穆加生意重归正轨 我们两个好聚好散 成交 谢了 合作愉快 再见 你干嘛呀 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你手下干的好事 雨室在外面 雨室在外面 四少 我就还不信了 四少 人家出来了 上一个这样的女人 被我扔出去了 哼 假正经 如果她能装哑巴 会不会瘫痪也是装的 你不疼吧 你不疼吧 十七岁那年车祸 我大哥做的 你说呢 你大哥真不是人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答应你的 我都会做的 你不用费心讨好我 讨好 你想多了 我都穿成这样了 你居然这么冷大 你该不会是 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四少 我开玩笑的 我对你这种 没兴趣 啊 莉莉 你 四少 老爷说让你和穆小姐 先往前住这里 发展发展 感情 嗯 不是吧 我们餐厅一天就让我们住在一起 啊 穆小姐 不是你小孩呀 给你准备了客房 我这就带你过去 哼 不要适合任何人给的东西 好 啊 有那么宽张吗 穆小姐 您早点休息 柳爹 你给我等着 又有什么事啊 穆小姐 晚上喝杯牛奶吧 对睡眠以帮助的 哦 谢了 慕小姐 牛奶不烫的 您现在喝了吧 不会这么夸张吧 应该不会 您早点休息 你在干什么 呀 是四少呀 怎么这么快就想我了 我刚喝完牛奶 准备睡觉了 蠢女人 我跟你说过什么 我怎么蠢啊 这不是你家 哪 难道真有人给我下药吗 四少啊 想见我就直说嘛 何必找这么多借口 你喝的牛奶 被人动了手脚 他这么多借口 还这么多 好热 我给你降降温 这小人 我是在救你的 这 什么 我只是不想弄湿自己的衣服 给你的衣服 挂在衣架上 这是最后一件 别再弄湿了 你真的没对我做什么 我说过 我对你这种 没兴趣 清醒了 不谢了 你这么看我什么意思 我在想 和你合作 是不是明智 协议都签了 你休想反悔 我的合作伙伴 我怕你是职商最低 怎么可能 本小姐 那么聪明 那杯牛奶好喝吗 我怎么知道 你家里会这么险饿 我大哥他有什么不敢的 扑齿 恶心 下游 如果不是我盯着你 我大哥他现在已经得逞了 我不会放过他的 你打算怎么做 请你帮我个忙呗